哥哥姐姐玩遊戲 遊戲時間到 大家好 我是彤彤姐姐 大家好 我是香草姐姐 今天又哪些哥哥姐姐 要一起玩遊戲呢 大家好 我們是 發電機 再來歡迎下一組 大家好 我們是 記 乖 記 乖 記 乖 另外這個天秤是不是要上一些 雞油 潤滑油 就好像有點舊 卡卡了 好 今天我們要玩什麼遊戲呢 今天我們要玩的遊戲是 大家先來看一下桌子 有物品跟豆子 今天我們要用手 來體感測量一下物品有多重 再把相同重量的豆子拿起來 好 大家來看看 最後哪一組的重量 最接近實際的物品 那一組就獲勝了 這個其實不容易 對 有點難 大家對於重量應該沒有什麼概念吧 沒有 完全誤幹 你大概幾公斤呢 天下 一顆哈密瓜的重量 對 好 三顆哈密瓜的高度 那不是很高 我是大顆的 大顆哈密瓜 是我們大顆的 好 今天我們有三樣物品 有三題 那我們就請兩隊 先派第一棒出來就位 好 我先 這邊 我們第一個要測量的是 你們要誰先 瓜瓜先嗎 我先 瓜瓜先 第一個我們要測量的就是桌上 這隻可愛的Momo 大家等一下 你可以輪流抱一下 感受一下這隻Momo的重量 待會兒就要用豆子把它量出 一樣的重量來 好 看誰最接近 好 來 瓜瓜先 你先抱一下 好 感覺一下 重嗎 重嗎 娃娃 可以嗎 很輕 應該滿柔軟的吧 滿輕的吧 媽媽 不好意思 你叫一下他 對 好 好 換你 但是看起來滿扎實的 對啊 好難 好 差不多了 這麼快 來 我幫你說的 其實是重的 有重量 有重量 好 大概感覺到 好 那我們可以開始 搖你的豆子 好難喔 這樣子 好難喔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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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感受一下 他沒有嗎 這樣算多少都自己決定 自己決定 可以抱抱看 有沒有跟剛剛感覺一樣 跟剛剛一樣 對勁 我會覺得好像還要再多一點點 還要再多 還要再多 再多 再多 不要被影響嗎 對 自己覺得好了就可以停 對 變少一點 對 最靠近的人贏喔 數字 我們以數字來看 妳太少了 沒有 我不要被妳影響 OK 堅持一下 好 下好理所 再一點點就好了 一點點 這麼重喔 摩摩 給一下感覺一下 OK 我也好了 確定了嗎 確定了 好 那我們就先來揭曉 這隻摩摩的重量 好 下好理所請放在這裡 我們來看看這隻摩摩 他可以站好嗎 440克 440 好 記得這個數字 440克 好 我們來看看 哈密瓜哥哥量的綠豆重量 大概有幾克 我開始不講 有嗎 如何 有沒有像 OK 有一點 怎麼都沒有碰桌子 沒有 沒有 哈密瓜哥哥的豆子是395 好近 很近 其實很近 來看看 好 Ago哥哥的重量是 沒有 沒有 剛剛好 更有難色 示範 示範 也很接近 也很接近 376 好 所以哈密瓜哥哥 比較靠近某某的440克 對 不錯 哈密瓜 準 我剛剛就叫他要多棒一點 他不聽我的 他不聽我的 你還幫我 你會咬我 你咬我 對 相信自己 好不好 來 我們進行第二題 第二題的題目是 橘子 橘子 大家很常會遇到它 很常會吃它對不對 對 這個時候要來感覺一下 它到底有多重了 好 我先來 菊花姐姐先 感覺這個水分夠 好吃 她的架式好像妳常常買菜 我常常買菜 買菜 我剛剛這樣子比一下水分 比較重的比較多汁 多汁 感覺我們的橘子會贏 好緊張 我發現大家感覺的時候 都會閉眼睛 對啊 是眼睛感覺 一個體感 對 對 好 換我 我怎麼覺得比我想的還輕 對 感覺很難涼耶 實際的感覺 用心 它會不會跟盆子一樣重 沒有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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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快忘記重量 我快忘記了 好 可以了 可以嫁給我 你們就開始 抓豆子吧 好 好 感覺一下 沒有 沒有 還是有加 有 要加了 還是有加運動 摸一下… 我真的覺得橘子很輕 那妳就不用 相信自己 好 相信自己 櫻花弟弟有挑橘子的架式 還在秤 還在秤 趴的感覺還不錯 我剛剛有點久 快忘了我要找回那個手感 好… 她真的覺得沒這麼多 這樣… 好 確定嗎 好 這樣… 妳也確定了 確定了 很好 因為我們有機會 我們有機會 OK 好 讓我們一起來看看 橘子有 183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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那泡芙姐姐的綠豆重量 有多重 怎麼樣… 166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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對 我覺得我可以挑戰 可以挑戰超過的 你們兩個都是有差別的 真的 來看一下櫻花姐姐的 她剛剛也有偷撈一點出來 還要進來 對 203 所以剛剛橘子量了是1803 183克 櫻花姐姐這邊是203克 總共穿了20克 20克 但是泡芙姐姐這邊 166跟183 17克 接近不超過 對 接近不超過 3克獲勝 很棒 那我們趕快來看看第三題 最後一題的題目是 大吹風機 大吹風機 而且的吹風機 每個人在家吹風機都不一樣大 對啊 大家要仔細來感覺一下 這一台到底有多重呢 好 好 先交給大樹哥哥 感覺一下 加壓 差不多了 好 這麼厲害 檸檬哥也兩秒 差不多了 這麼快的嗎 這一組很快 好了 竟然這麼快 好 好 加油 好 來 就開始裝豆豆吧 好 開始 GO 而且還用手 你看 連勺子都不用了 對啊 好大氣喔 你們這樣子 我們等一下怎麼吃綠豆 可以洗啊 我先洗啊 就這樣 確定了嗎 這個跟剛剛的橘子差不多 你覺得 差不多 差不多 真的 相信自己 這比剛剛橘子多 你相信自己的 你兩個太多 你以為你太多 可是你們兩個感覺差很多 對 選輸 我看剛剛那個就差不多這麼重 就這麼重 跟我的應該是差不多 好 這一顆算你的嗎 是嗎 好 算我的 算你的 可以嗎 好 一顆這麼兩顆 你想得 我們這一次先來量量看 檸檬哥哥的重量有多少 好 我們先來看一下 我們先量檸檬哥哥的重量 好 先量量看 應該是比橘子重 應該要200多 253 253 自己記得喔 253 253 記得喔 這個應該很重 這怎麼應該要兩顆 對 很重耶 560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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253 好 等一下 等一下 這個重量 這個重量 好 我們來看一下 重量重量 解小了 差不多300個 402 最終的結果居然是 5 檸檬哥哥以多少 149 149 太多 10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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以為4跟5 這兩個數字看起來比較近 以為你們會贏 對 其實仔細的算下來 你們差的是158克 對 不是剛剛之後那顆綠豆 吸太多數 對 重一點 對啊 我們把那顆綠豆丟進去 對 太厲害 不過這個重量估算 真的很有趣喔 小朋友也可以找一找 身邊有什麼物品 你想要知道它的重量 就可以拿電子秤 電子秤 電子秤 把它來秤一秤 也可以知道它的重量 沒錯 下一次再跟哥哥姐姐玩遊戲吧 快把那顆拿出來 那一顆 那一顆多重 找不到了 那一顆 那一顆 就把那顆 穩定